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奴才已经吩咐好了 臣妾请皇后娘娘安 皇后娘娘万安 皇上这么晚还没来呢 本该是皇上先用膳咱们才吃的 可皇上说到了外头不拘规矩 大家伙一块吃热闹 这不都等着皇上呢 皇上少有这般晚起的 皇后娘娘 皇上这些日子都为赵姓嫔妃 若不是有这许一起用膳的恩典 臣妾等见都见不到皇上一面 皇后娘娘盯着臣妾做什么 臣妾也不知啊 令贵妃不知 看来是狂语说多了 顺口就来 皇上 皇上您慢点小心台阶 嗯 知道了 尽忠 扶着朕 喳 朕忙于朝政几十年了 朕难得出来松范一下 竟如此困乏 皇上 您用了早膳 还要去向太后请安呢 奴才看您精神不大好 太后看来又要过问了 那就不去了 免得皇娘问起 你们两个嘴要严实知道吗 知道了 知道了 皇上驾到 皇上万安 皇上万安 起来吧 用膳 皇上有胃口吃东西吗 怎么 皇上双眼微红 眼下发青 面色无华 神情倦怠 显示一夜未得好眠 强打着精神用膳 自然没有什么胃口 不打紧 朕就是没睡好罢了 有刚喂好的九丝汤 是皇上喜欢的扬州风味 好 好 这不逊于啊 咱们去扬州的风味 大家也都尝尝吧 行宫靠近西湖 水深夹着丝竹咸月 怕是惊扰了皇上的青梦 臣妾会和令贵妃一同前去清查 哪儿的月身扰了皇上 一并去了才好 皇后娘娘娘怎么说起这些了 娄平 你上次跳的胡选舞极好 但回到宫中 也指点宫中的舞极可好 宫中舞极跳得再好 也不如外头的野鹿子招人来 臣妾不费那心思 朕久未到杭州 也有西湖眷了 遇传上有歌舞诸兴 皇后不必在意 如此好的歌月 臣妾和姐妹们也想一同观赏 还请皇上不吝恩赐 皇后的建议极好啊 等到月明封卿之日 朕一定邀人共赏 你们自便吧 朕没胃口 令贵妃 用善匆忙 待会儿到碧吴阁再用一些 是 多谢皇后娘娘厚爱 皇上 您别动气 皇后娘娘也是好心 娘娘是中宫 说话难免强势些 也不是有意让您当众难堪的 皇上 那皇后娘娘也是为您龙体着想啊 李渔 你去膳房取些糕点 送到皇后阁中 再替朕传两句话去 这儿 给皇后娘娘请安 皇后娘娘 皇上 让奴才送了些点心过来 才用了膳 怎么送点心过来 都是些江南名点 霜麻年糕 千层油膏 蟹黄蒸饺 皇上说了 这几日 皇后娘娘辛苦了 特意送一些地方名点 让娘娘品尝 以味辛劳 这些点心 是精致好吃 可就是粘牙 刚用了膳 送这么多来 怎么吃得完呢 这是要让本宫黏上牙 堵上嘴 少说话 是吧 皇后娘娘 令贵妃来了 请她进来 臣妾见过皇后娘娘 娘娘万安 成了贵妃果然气度不凡 都云识别三日 当刮母相待 臣妾在娘娘手下 战战兢兢过了这些年 也该有些长进了 怪不得当年林云彻 不让你在四职库和花房 原来她早知道 你非池中之物 臣妾 不知娘娘叫臣妾来 有何吩咐 本宫还想问问你呢 皇后娘娘什么意思啊 臣妾不明白 皇上宠幸的青楼女子 可是你安排的 皇后娘娘说这个 这天下男子无不风流 作为妻妾 讨夫君主子欢喜 是理所应当 况且皇上巡游 每道行宫都会有地方官 安排家里侍奉 外官送人必得挑选 绝不会让皇上 和青楼女子搅在一起 而你却以青楼女子 媚上取宠 惹了民间非议损了皇上的清运 更坏了公为刚己 你协理六宫的职责在哪里啊 臣妾协理六宫 不过是希望有更合意的人 来释放皇上 免得皇上出宫寻幸 一闷闷不乐 皇后娘娘不能为皇上解忧 也不许臣妾让皇上高兴吗 为了让皇上高兴就能肆意妄为吗 令贵妃 你罔顾礼仪 媚乱内功 有失协理六宫之责 又累得皇上贪恋美色 甚功疲惫 有损情侣 三宝 即刻关押令贵妃 等候皇上发路 这 你敢 臣妾是皇上清风的贵妃 本宫是皇上清风的皇后